再來的那個練習 主要第一個 我們先 待會請各位幫我建一個檔案 在哪裡呢 在那個根目錄底下 那首先的話請各位 在那個 我們一樣在根目錄底下 按右鍵新增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是文字檔 那文字檔的檔名叫做Member好了 叫我們Member OK Member 那副檔名的話就點TLT 那裡面的資料呢在哪裡 裡面的資料就在這裡 所以請你把這些資料 選編號 然後一直按SHIP鍵再去選尾巴這裡 按SHIP鍵 這樣就整個選到了 OK 選開頭 尾巴 你再選尾巴就好 你不用一直選人 選人很容易選過頭 像我比較習慣 你就按SHIP鍵就可以 先選編號嘛 這兩個人選到 然後呢 再點一下按SHIP鍵 再點他的尾巴這裡 這樣就OK 然後Ctrl C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它貼到剛剛的Member.tst裡面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直接把它存檔 存檔 這樣就完成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存檔的部分呢 如果你是用記事本存檔 它的編碼方式 你這邊檔案裡面有個另存新檔 那你可以看到 在如果你的Windows的版本 它預設呢 就會把記事本裡面的編碼方式有沒有 存成微軟它的固定的一個 內建的編碼方式叫ANSRI 那這個ANSRI的話 實際上有的時候 你會看到叫BIG5啦 或者是說CP950 或者是ANSRI 那實際上指的是同一個名稱 那至於 它的那個名稱到底縮寫是什麼 你們Google一下大概就知道了 OK 然後呢 假如說你要在別的環境下能夠Run的話 底下的話有個UT28 OK 那也就是說 假如你從Google下載下來的檔案 有可能是UT28 那這個時候的話 可能呢 你用Python來開檔的時候 那會無法開啟 怎麼辦呢 你就變成你要指定編碼方式給它 不然的話它會造成錯誤 OK 那這個目前應該是不會發生啦 所以我們 就是先用ANSRI 然後存檔 OK 反正就先把它存檔就OK 存檔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 我們在那個根目底下 就會有一個Member.tst的檔案 那如果說 等一下 我希望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第一個 把這個檔案裡面的所有的資料 先幫我讀進來 讀到哪裡呢 讀到Python OK 所以喔 但是跟剛剛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這邊的資料又更複雜了 OK 裡面的話 總共呢 就是有五個欄位 五個欄位 然後呢 總共有五個欄位 然後五十個會員 OK 資料裡面的話呢 包含就是編號 姓名 生日 血型 跟手機 那假如說 我如果今天希望 幫我把這個資料呢 讀到 Python裡面之後 然後呢 如果我只需要 姓名跟手機兩個欄位 那該怎麼做 然後呢 另外的話呢 我只要前十個會員 所以喔 假設輸出 結果我希望看到的 內市長這樣 而不是全部喔 當然因為我們如果用剛剛的方法喔 把它全部讀取的話 那 會看到全部啦 那首先第一個喔 建立完之後 那我們先 呃 把它讀進來 怎麼讀呢 首先先開一個新的module 那一樣嘛 如果你要讀檔的話 f等於open 然後路徑跟他講一下 喔 我的路徑在member 這個 點tst 那我要做什麼 幫我讀檔 讀檔的話就r OK 那我希望怎麼樣呢 幫我把它全部讀啦 如果全部讀的話 你就直接print啦 其實print 然後呢 把那個f點什麼呢 點read就可以啦 然後read小括弧 意思就是全部讀進來 所以如果你假設 直接把f點read寫到這邊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喔 就這樣好 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檔案就讀進啦 其實蠻簡單的啦 但是喔 我們現在並不是說只是這麼單純 我如果今天的第一個需求 欸 假設啦 我們先不要講太複雜 我們只要假設 因為目前讀取的話 是讀到什麼呢 讀到50個會員 可是第一個問題喔 請各位喔 先做第一個變化題 如果我只要前十個會員就好 前十個喔 那前十個 假設啦 你用read的話 會造成一個問題 它會全部讀 可是我不要全部耶 我只要什麼 前十個 就是編號1到10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你就不能全部讀了 欸 那如果不能全部讀的話 那要怎麼做呢 當然方法好幾個 你會發現喔 其實這個檔案尾巴都是換行 換行 換行是反斜線 那其實你可以 split換行 它就一行一行 那其實也不用那麼麻煩喔 那你可以用切的 可是如果你不用切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F 點什麼呢 read把它改成叫readline 有沒有 當然如果你用readline 它讀 只有讀什麼 讀第一行 就是編號這個 可是喔 如果你改成realize 喔 OK 那我前面講過 reline 是全部 幫我把50個會員 讀到一個串列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它會讀到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 一定中瓜胡開頭 然後第一筆資料 這個就編號0 有沒有 0 然後換行在這邊 它會把它放在一個文字裡面 豆點 第二筆資料就是1 然後呢 就是第一個會員 有沒有 然後也是一樣換行 第二個 所以喔 它的那個 藍位名稱就是編號0 然後會員1號 剛好就放在編號1 那1到10的話 所以喔 其實我只要到10 停下來就好了 所以喔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喔 我可以先把什麼 把這個資料 先把它讀到一個串列裡面 那所以喔 f.readline 前面可以加一個 變數 叫list 我習慣叫list1 list 第一個 串列叫list1 等於 也就是說呢 先幫我把這個串列 先塞到這個list裡面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就是說喔 我用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range的話指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清單範圍 那當然我要讀取的話 理論上前面好像 我記得我們剛才寫 0.len len len的話 把這個串列 放進來的話 它就會全部讀取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寫這樣的話 它指的是全部的資料讀取 可是問題來了喔 我這邊其實不是全部喔 我只要幫我讀到那個編號 然後是10的那個就好了 11不要 所以這裡應該輸多少 0嘛 到10停下來 到11停下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輸多少 11就ok了 有沒有 如果你剛剛是全部的話 它就全部讀 如果假設我輸入是什麼 11的話 它就是0 1 2 3 一直到10嘛 10停下來 所以剛好 到編號10嘛 再來的話做什麼 後面我只要什麼 print 再把那個串列裡面的值 所以串列就是這個嘛 串列裡面第幾個 旁邊 加一個中瓜符 然後把i放進來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先把什麼 先把編號先輸出 有沒有這個 然後再把這個輸出 那因為它尾巴都有換行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這樣執行 會得到什麼結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第0個 但是因為尾巴有反斜線N 第一個 又有反斜線N 所以你會發現 它為什麼兩個換行 因為print一個 它本身又一個 所以兩個 那怎麼辦 去掉一個就好了嗎 去掉哪一個 不然的話 就去掉那個什麼 有兩個方法 要不然就是用我們之前教過的嘛 如果你要把print的那個 換行拿掉的話 那你就尾巴加一個什麼 END 等於什麼了 等於沒有就好了 意思是尾巴那個 print的換行 不要幫我加了 那我就用它原來本身就有換行 有沒有它本身 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 這個串列尾巴都多一個 反斜線 換行 這樣的話呢 輸出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全部都沒有多一個換行 不過可能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 可是如果假設我將來 我print的換行 我要保留 我希望呢 幫我把什麼呢 把這個串列尾巴這個換行 拿掉有沒有什麼方法 我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 你不要用剛剛這個方法的話 你要用什麼呢 去掉尾巴的那個換行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多學 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的話呢 就是自串 就是我們剛剛切割不是sprit嗎 那如果說我要去掉尾巴那個東西的話 那在自串裡面有一道strip 這個也蠻常用到的 strip 這個strip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包含裡面 假如什麼東西都沒加的話 它會幫你去掉頭尾的 頭尾的空白吧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希望去掉頭尾的 這個其他字緣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裡面跟他講 你幫我去掉頭尾的 換行 如果你頭跟尾有這個字緣的話 它一律就幫你把它清掉 ok 所以sprit還蠻常用到的 也就是說如果假設你頭尾 有哪些字不要的話 那你可以用strip把它去掉 所以如果加這個strip 然後後面的話加一個這個 換行 執行看看 它理論上也會把這個strip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你的這個換行 一定要在頭跟尾的位置 你不能說在中間位置 中間位置它就去不掉 ok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把它執行一下 欸有沒有發現 不過用strip 你假設呢printer本身的要保留 然後呢它裡面的那個換行 拿掉的話那你可以用strip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輸出呢 總共十個會員的資料了 那其他的就不顯示出來 好這個第一個完成 如果我第一個問題呢 我想要讀進來之後 只是取前十個會員 那我完成了 第二個問題喔 第二個問題可能各位想想看 如果呢我要什麼呢 我要的是姓名跟手機兩個欄位的資料就好 姓名跟手機喔 那其他不要喔 ok 那當然呢 其實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你把這個資料丟到資料庫 再用篩選的 也ok 可是如果你不透過資料庫 那該怎麼做 其實提示的部分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是可以這樣 可以先把什麼 把這個串列怎麼樣 先切割嘛 那切割還記得嘛 我們剛剛不是用一個叫 split的一個 一個函數嗎 然後呢 切割完之後 我要取 因為切割完 切割按照豆點切嘛 所以它切完之後 會放一個串列 然後編號一定是0 1 2 3 4 按照順序嘛 那我要的其實是姓名 跟手機 所以它在index 所以你只是1跟4 就好了 所以我要怎麼樣 可以剛剛好 把切割完的串列 只取1跟4做printer 那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喔 請想想看 因為以後一定會遇到這種問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來的資料 不是全部都要嘛 然後人家 有的時候人家給你一個總表 全部給你 那問題喔 你只是要其中的2 3個欄位就好了 你要做報表 你不需要那麼多嗎 那麼多幹嘛 所以會先怎麼樣 先剔除掉不要的 留下你要的資料 你再去做後續的報表處理 對不對喔 所以喔 我們如果假設 希望只留下這個前10個會員 跟姓名跟手機的話 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喔 請各位剛剛的重點 回顧一下 一 先在那個根目錄先建一個 member.tsd把它貼過來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那個open把它讀進來 那我這邊呢 因為喔 我要的不是全部資料 所以你不能用read 你用realize 但是realize過來的話 它是個串列 所以我們把它用for圍圈 讀取0到10的資料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後面的話呢 再思考一下 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透過規則的方法 然後切割完之後 只留下那個什麼呢 只留下那個 這個姓名跟手機就好 姓名的話 它是在第二欄 手機在第五欄 其他資料不要顯示 那該怎麼做 那方法其實很多啦 不過以目前來說 一看喔 當然你不需要沒事 就全部都要把它 再倒到資料庫 或者倒到Excel 好像有點太過什麼呢 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所以簡單的問題喔 那就簡單處理 當然如果將來 你有一些複雜的問題喔 比如說資料量非常龐大 那我還是建議你乾脆先 塞到資料庫 再來處理 可能會比較好一些些 所以呢 當然很多不同的問題 可能要適及情況去選擇 你要的解決方案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那這個剛剛講的這個 第一個問題喔 那我剛剛做的答案應該是在 現在 各位可以看一下雲東 白板的第九頁吧 其實這個就是這個喔 讀取 然後讀取完之後 這個是read的是全部 那我這邊是改成realize 所以應該各位可以參考 如果只讀取前十個會員的話 答案應該會是在那個 第十頁的地方 另外的話呢 這個改成strip這個方法 那這個在第十頁裡面也有 strip這個方法蠻重要的 因為常常會遇到那個 你的欄位資料裡面喔 有頭尾多一些 多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像空白 整個時候 現在來的資料 怎麼前面多了一些 不需要的空白 然後你就可以利用strip 然後裡面的話 跟他講說我要去掉空白 他就幫你把頭尾不需要的東西 全部拿掉了 但是如果將來喔 你們假如說是要去掉的 不是頭尾 而是中間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replace replace 就可以幫你完成這些事情 請各位試試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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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